好 主播各位觀眾 現在記者目前所在的位置呢 是位在宜蘭大同鄉台西縣的96公里處 我們可以看到因為蘇迪特颱風的關係 這個路數都倒塌 導致車輛無法通行 人也無法經過 而這條道路呢是通往英式村部落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目前車子 現在正在發股準備返回原來的道路上 就是因為這個路數倒塌的關係 其實這條道路我們可以看到都非常的不堪 除了有路數倒塌 其實還有很多靈性的落實 那商工所就表示呢 可能要到稍晚風雨減弱之後 才能進行路面的清理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來聽稍早的訪問 松樓這邊的 松樓部落的 對對對 但是我注意來的 好好好 來 我等於說回來我家看就對了 對對對 沒辦法通來 可能要叫人家來看 差不多要出海的時候 那國軍弟兄 所有的這個開國企業廠商 還有各部落的年輕人 整合下來 這樣我們進行的地方 會比較安全 大陸相當表示 預計下午兩點風雨減弱過後 就會進行路面的清理工作 並根據各村村長回報的災情 目前並沒有人員傷亡 但南山部落目前有小規模土石坍塌 目前也正在積極搶災當中 這個過去在蘇拉颱風的時候也是 搶災的一個重點 那這一次呢還是有小小比較小規模的這個 把土石崩落 颱風之前預製的這些進駐人員 目前在搶 搶災當中 透過南山部落族人臉書可以看到 因為日累積超過700以上的超大豪雨 造成土石坍塌 道路也有淹水的情況 但由於風雨仍然明顯 公所預計下午兩點 就會進行道路搶風工作 接著加盟大陸一爛大頭 採訪報導